甲是体必须的矿物质营养素,它有助于维持体内电解质平衡,使纳代谢出体内,帮助神经和肌肉细胞正常运作,对我们的健康确实是不可或缺的。 根据国外网站STEPTO HEALTH的报道,甲的良好来源包括红肉、鸡肉、鲑鱼、血鱼、沙丁鱼、大豆制品和一些种类的水果,以下我们将为您介绍富含甲的水果有哪些,为了健康着想,请把它们加入日常饮食中吧。 1.葡萄干100公克的葡萄干可提供每日甲摄取量的21%。 但要注意的是,葡萄干的含糖量较高,因此控制每天所吃下的量是必要的。 葡萄干也对下列症状有改善作用,缓解便秘治疗凭血调节动脉的血管张力降低血压100公克的红枣约可提供每日甲摄取量的21%。 然而,红枣含糖量丰富,不建议糖尿病患者食用,一般也应尽量控制在一天三颗以内。 除了甲之外,红枣也富含维生素B5,它不仅能促进激素分泌,还能将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能量,帮助瘦身。 3. 无花果100克的无花果能提供每日甲摄取量的19%。 酪梨富含甲,并以其含有的健康脂肪和美容益处而闻名。 100克的酪梨可提供每日甲摄取量的14%。 无次果番荔枝100克的次果番荔枝可提供每日甲摄取量的12%,此外, 它还含有大量的纤维、维生素C、抗氧化剂和矿物质。 经常食用可帮助,增强免疫力提升心血管健康控制糖尿病预防癌症改善牙龈发炎或感染香蕉赤富含甲的水果之一。 100克香蕉含甲量约为330毫克,占每日推荐摄取量的10%。 700香果100克的百香果可提供每日甲推荐摄取量的10%,同时您也可以摄取到其他体必需的营养素,包括维生素A、维生素D下二楼、维生素C、0、钙和纤维。 8奇异果奇异果除了富含甲以外,它们也含有大量的纤维和维生素C。 经常食用可提升免疫力,并帮助保护消化系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